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原賽 甲二組第六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對賽雙方為正方保祿六世書院 對反方藍田聖保祿中學 現在我們會先介紹對賽雙方的同學 正方主辯蘇雅童同學 正方第一副辯溫瑞欣同學 正方第二副辯鄧希文同學 正方傑辯黃子嘉同學 反方主辯林曉欣同學 反方第一副辯莊錦義同學 反方第二副辯馮文希同學 以及反方傑辯羅海欣同學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這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劉卓盈小姐 孫道會陳瑞芝中學通識科老師金子玲老師 以及馬利諾修遠學校中學部粵語辯論隊教練范光華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劫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後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後 正方一副接續發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 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後 會進入頁面環節 除台上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外 每次發言時間 結束前30秒均有1聲叮提示 叮 右中則有2聲提示 叮叮 超過15秒則會連續叮幾下 叮叮叮叮叮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說可以 請問聽到嗎 聽到 準備好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根據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巴拉特指出 一個社交媒體的價值 取決於他們的用戶數量 當用戶增長達到一定數量 規模就會以幾何級數上升 因而增加購買方支付費用的意願 至於媒體霸權 根據意大利社會學家 安東尼奧-葛蘭西指出 是指控制他人所接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 而社交移民 即是用戶由習慣使用某個社交媒體 轉用另一個社交媒體 例如今年年初 Twitter封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帳戶 WhatsApp更新隱私條款 強制用戶和其母公司Facebook 分享個人資料 引發社交移民 大量的用戶轉用Signal Telegram MeWe等的應用程式 而我方今天衡量變態的準則 在於社交移民能否減少社交媒體霸權對用戶的控制 並增加其他社交媒體對抗霸權的力量 我方有二 第一,從用戶而言 因為謀利或者保持壟斷地位 社交媒體霸權者利用自身影響力 強加條款在用戶身上 控制和影響用戶所接收的資訊 例如WhatsApp為了方便母公司Facebook的運運 在今年一月要求用戶接受新服務條款 強制用戶將通話習慣、交易紀錄、位置、編號等個人資料 分享給Facebook 否則就會被刪除帳戶 施機無言剝奪用戶資料共用與否的選擇權 因而激起用戶社交移民 用Signal或Telegram等應用程式 英國國會內政事務委員會指出 一月社交移民潮令WhatsApp流失過百萬活躍用戶 而WhatsApp公共政策總監獄承認 用戶流失和公司更新服務條款有關 面對壓力WhatsApp被迫即時讓步 將條款延期至5月15日 去到5月8日更加主動更改拒絕條款後果 用戶不會被刪除帳戶 可見社交移民可以利用用戶力量抗衡霸權的強制要求 避免霸權者控制用戶 第二,從市場生態而言 哈勒大學商業資訊管理教授薩克曼指出 因為社交網絡效應 令社交媒體公司擁有先行者優勢 即是因為壟斷規模完善的用戶網絡而一家獨大 後來者往往難以挑戰 霸權者或了保持他們的市場主導地位 利用先行者優勢壓制競爭對手 壓殺足以與其對抗的力量 例如Facebook之前收購競爭對手WhatsApp和Instagram 發展成為自身規模最大的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平台 令其他軟件難以與其競爭 減少用戶選擇權形成市場壟斷 社交移民可以打破先行者優勢 令到社交媒體最為依賴的用戶基礎 轉移至其他新型軟件 數據公司Sensor Tower指出 經過4個月的社交移民 Signal總下載次數為6500萬次 較去年同期增長近1200% Telegram抹躍用戶則急增至5億 可見社交移民可以減少霸權者於整體市場的佔有率 促進其他軟件的興起和發展 例如Telegram因為用戶和需求更多 改善自身多項功能 包括即時語音聊天、群組視像對話等 社交移民令到市場出現發展百花齊放的市場生態 能夠與霸權者對抗的競爭者打破先行者優勢 總結上述兩點便提理應成立 最後想問有方 如果社交移民無效對抗霸權 為何Facebook要讓步?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56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有請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在媒體諷製用戶上所接收的資訊 但卡迪夫大學傳播學教授 Justine Nimix他也提到過 霸權是指社交媒體因為主導市場 有資本作出令到用戶不滿的政策 例如收集用戶私隱 和大數據推送廣告 審查言論或者取消某些帳戶 因此有方同學你今天要政立變題 就必須要論證到社交移民卻可以實際 改變到主導市場的社交媒體 包括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的政策制定 解決現時私隱廣告和審查的罷權 我方反對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移民成效不將舊有媒體依然主導 要有效向社交媒體霸權施壓 就必須要用戶徹底撤出該平台 但即使有方提到其他因素 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方寶橋都說 市民他使用社交媒體主要是考慮他的互通性 而WhatsApp、Facebook等的社交媒體覆蓋面最廣 滿足用戶之間互相聯繫的目的 然而MeWe Signal他等平台普及性低 對於普通市民來說 維繫不了人際網絡 對於公司來說商業價值低 兩者都不會轉場 即使下載了新興社交媒體 Badget Digital Report 21-2021指出 全球的網絡用戶平均有8.4個社交媒體賬戶 證明很少用戶會對一個媒體從一而終 他們會繼續活躍使用主流社交媒體 難怪Facebook和WhatsApp的使用量 仍然都是全球第三 活躍用戶分別高達27.4億和20億 是Signal的137倍 亦都是MeWe的913倍 市場主導位置不變 所謂的社交移民無法對他造成任何威脅 因此WhatsApp他在5月15號 仍然都要硬虛共用用戶私資料條款 Facebook仍然無需要向公眾解釋 封殺特朗普言論和言論審查等政策 社交移民無損霸權媒體的優勢 有什麼有因令到社交媒體改變現行的政策 第二,新興媒體為求營運 重蹈霸權覆轍 社交媒體都是公司 他們必須要維持收私平衡 有方說到新興社交媒體很美好 但在Telegram主要是靠其他公司融資 Signal就是靠捐款去維持營運 美國經濟學家凱曼文斯基他也提出過 這種營運方式不穩定,難以持續 正如WhatsApp標榜他沒有廣告 用戶他又不肯付年費 導致入不夫之,最後就被Facebook收購 要拿用戶個人資料,甚至用戶移民 他們去的Telegram一開始都說不賣廣告 但在融資公司設置之後 他為了平衡龐大的支出 他也有廣告霸權出現 請問有方如何確保假設他日新興社交媒體 有更多用戶的時候 不會為了維持營運而商業化 出賣用戶私隱或者下廣告 有方你們可能會說到有些收費的新媒體 例如VV他們就不會有廣告霸權 但根據Twinkit他的調查 比起收費的社交媒體 七成的用戶他會選擇免費的社交媒體 正如VV他都只是搶走Facebook0.48的用戶 怎樣動搖到Facebook的霸權政策 所以新興媒體要不就是收費 但吸納不到大規模的用戶 要不是免費 但他維持營運就會變成新霸權 社交移民到底是對抗霸權還是製造霸權呢? 最後新聞下有方同學 社交移民法的新興媒體 有沒有實際過哪個霸權媒體的政策實憑 連私壓都做不到 怎樣對抗到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所用時間為4分鐘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文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文時間1分鐘 反方主便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 及回答一次後 便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對賽規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文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 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文分數 現在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 台上的便員發文 如準備好 請講可以 可以 主持評判正值各位 大家好 今天社交移民所說的是 從一個霸權控制下的社交軟件 到另一個不被霸權控制下的社交軟件 達到對抗的效果 請問雙方同學 為何要雙方來論證 改變到原有霸權者的政策修訂 這樣叫做對抗到霸權呢? 請問雙方同學的有效準則究竟是什麼? 是不是Facebook他不改變這個政策 他最後倒閉了 才叫做有效對抗呢? 多謝各位 鼓勵 請問雙方 谢谢 反方准备时间完结 反方同学可能我要见到你的样子 有方同学今天承认了 准备好 准备好 请向计时员讲可以 可以 有方同学今天承认了 有方同学问我们要取科案 现在我们先看 有方你要论证为何社交媒体可以有效对抗戴桥 现在WhatsApp他们的用户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 是想令WhatsApp的新条款取消 但是现在WhatsApp根本就没有做到 甚至他现在虽然延长了那个条款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说一定要取消 他根本就答不到他们用户所最终要求的目的 那我想问一下 他怎样是对抗到他的戴桥呢 他即使他拖后了他的那个条款 但是他最后他也是没有根据他们的意愿 去作出一个最终的取消 他虽然是退后了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下对抗到戴桥 那么有方学校你可不可以和容正先生建架 说是这个问题呢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作台上发问 如准备好请说可以 首先要看到个样子 是 谢谢 好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评判主角大家好 刚刚我方主编问有方 社交言文下的新型媒体 有没有实际改变过霸权媒体的政策执行 有方答不了 所以他们都知道原来他是改变不了这个霸权 现在盛行的状况 连私下都做不到怎么可以对抗到 麻烦一方论政官 甚至你都没有解释过说这些用户可以怎样 透过这个社交言文来申请自己的意愿 那这样是不是有效的对抗呢 当然基本的东西你都申请不到的时候 是不是好像有方法那样 会认低到这样说可以延迟了一个叫做有效对抗一个国外 政方主编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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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请 准备时间完结 请正方主辩答辩 你有1分钟时间 预准备好 请说可以 请问听到 准备好 各位 其实有方 因为一直没有看清楚一遍 变题是对抗霸权 而不是改变霸权 假设今天WhatsApp只剩10个使用者 那便是社交移民成功对抗霸权 再者这些用户去了新运营的时候 便是成功抗衡霸权的情况 如果不是WhatsApp 为什么要让步呢? 有方同学 多谢各位 提一提评判 刚刚的台上发问环节 你结束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刚刚你说的发问 第一条台下 正方的第一个发问是正方二负 反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是反方二负 好 谢谢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好轮到正方第一负便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计时员示意 请问听不听到? 清楚的 可以开始 听 主要评判作作 各位今天有方 就不敢回答我方的台上发问 很明显就要我方论证 今天的霸权是要改变霸权 才叫有效对抗 所以有方的言下之意 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疫苗 没有办法将病毒转成无害治疗 所以疫苗无效对抗病毒流行呢? 为什么对抗的意思 不是相辞不下的对抗 反而是改变霸权呢? 请有方台不要强加论证责任 给我方 就强行出位变题 直接换一个字眼 叫我方论证 有方台就说 还是有方台认为 今天对抗霸权 就必须令到Facebook倒闭 所以有方台认下之意 是不是因为现时的疫苗 没有办法彻底摧毁Facebook 这个病毒治疗 所以疫苗就无效对抗病毒流行呢? 有方台论证有意 第一 有方台论证 现时的用户 不会完全转到新型的 新的社交媒体 仍然在用舊那个 所以就无效对抗了 首先就很感谢有方台认为 现在的确有很多人移民了 去新型的社交媒体 而且难道因为有方要我们论证Facebook 使用人数为零 才叫成功对抗? 所以有方台的要求不得不合理 还很漠视厌况 其实有方同学的权威 我方都看过 香港互动事务創会会长 方波奇也都指过 一个社交媒体出现移民状况之后 它的整体使用量将会持续下降 原因就是因为移民不单单是自己一个人走 还要将整个用户网络转移到新的媒体 从而产生网络效应 吸引到更多的人使用新的社交媒体 那就是有方陀佬想要的媒体共通性 请有方陀佬论证用户网络转移一定不必然 否则有方陀佬的论点根本不胜 再者有方陀佬问到 现在很有可能 新型的社交媒体会倒闭 那怎算好? 但现时我们看信号 有方陀佬说 信号可能会倒闭 那单单是因为信号 靠捐款获利 但我们就看回了 现时有不少的公司 都是靠捐款获利的 就好像全真社 维基百科这些公司 它们同样可以生存到的 再者各位 根据Facebook社交移民前一季度的收入报告 广告商占了Facebook 98%的收入 广告商联合利华等等的一众品牌 因为封锁特朗普事件而拒绝看Facebook 去到其他社交媒体后 Facebook已经失去大数据的支持 哪个广告商还会愿意继续投放资金 在Facebook上呢? 而当用户说笔直接影响Facebook收入的时候 这份力量还是否有方跟我说到这么小呢? 谢谢各位 好 政方第一负便所用时间为三分钟 无过事无需靠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一负便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业示意 说声可以 吕石 平静正的位置大家好 我听刚刚柔邦跟你说什么 用户说不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Facebook的活跃人口 仍有27亿 那是不是这27亿就不看你呢? 今天有方的标准很不合理的 他和我们说什么? 标准分 我们说的WhatsApp延期了就等于口效对抗 但是市民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想要WhatsApp前任公司位 但是现在WhatsApp提出撤回 要拉网了 那个共资引照 去共享 继续公私主席 巴团让步了去哪里呢? 哪里有原理的特别呢? 有方的标准等等 他们自己都知道 社交不合作 巴团没有任何一个影响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方几个贸易 刚才有的讲解 有方只是说 现在无数人发作 无论经过十多的活跃人数 已经可以威胁到Facebook这个巴团的秘义 而是Facebook的活跃人数是Gap的1400倍 是Parler的112倍 是MeWe的94倍 这连续间这么多 也能对付到 就算他一万到期美朗 Opertrofia 他警察、Abbam、Blackford都认为 一事是谋略或是新的社交媒体 官方先生依然会活跃在 舊的社交媒体 甚至连证录的创办人自己都承认 他没有可能取代到 不如有方就和我们找正式 为什么这些新的社交媒体可以做到呢? 有方就和我们说 有来用新的社交媒体 Facebook就要活动 但是內部資格大學的新聞 大致傳播學院調查指出的維修公司 包括Facebook的網絡中 透過延伸化去針對學院的宣傳反攻新的手藝媒體 而有付費的機制 是MIV利用融合在Space Facebook的網絡公司 在數位時代的研究推測陳建剛都說 因為沒有遇上的內容不夠豐富 所以人才要開銷帳戶去用 所以香港的公司都沒有繼續打算去針對學院的網絡 網絡公司為何可以表達到右方所說的謎義訴求呢 那麼右方好怎樣才加 什麼維基跟我們比右方呢 是不是弄錯了電腦呢 我們現在是說社交錯誤 是不是右方都比不到位置呢 我們來看看Signal 單時不靠廣告收入去營運 但營運高跟財政報告顯示 Signal 有入不敷出的經濟危機 似乎欺亦都不斷出現大規模的故障 若是用戶 若是用戶還有上升 就要長延營運 右方要怎樣解決資金的問題呢 當Signal 無法控制用戶的需求 用戶流失即行販易的新媒體 是不是有效對抗到霸權呢 但如果Signal 單時不靠廣告 是否真的解決了問題呢 大席學位 反方第一副辯 所用時間為3分07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有請反方的同學 將前置的鏡頭 可以顯示你們台上四位邊緣 謝謝 接著有請正方的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全場帶出兩個問題 第一 什麼叫對抗 我方一副已經跟右方說了 你這個準則根本不合理 你用我方倫正的根本不是對抗 而是整個霸權消失了 而這個根本是誇大了我方的論證責任 但是有方和我在後場也不敢回應 我方所說的類比你也不敢去回應 請問究竟疫情緩和是哪一個的對抗成果呢 而Facebook他們最後讓步了 那又是哪一個的對抗成果呢 有方和我又不敢說 又不敢說了 其實我們現在雙方比賽是一個相似對立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相互對抗 但是是不是因為現在的比賽還沒完 還沒有賽果 還沒有一個人贏了這場比賽 就叫做我們現在不是在對抗 請右方同學按照你的定義 和我方解釋一下 究竟現在什麼才能對抗到霸權呢 右方同學就和我方舉出 現在為什麼我方不成立 原來是因為Facebook現在 還有27億的活躍用戶 但我方一副的時候就和你說了 社交移民正正是把一些用戶的網絡 整個轉移到另一個新興的媒體 然後逐漸的發大 吸引到更加多的新興用戶 新進去的人可以進入一個新型的社交媒體 那有方同學你的準則究竟是什麼 是不是叫一夜之間全部人不再用Facebook 這樣才叫做有效對抗呢 而第二個問題 什麼叫做有效 有方同學就和我方說 有方同學可能有一個預知未來的水晶圖 和我方說未來他們一定會走向兩個狀況 要不就商業化變成另一個霸權 要不就倒閉 但我方同學和有方說的例子 維基白科全真社 全部都是一些由捐贈獲利的模式 仍然是可以持續到很久的例子 有方同學呢 而有方同學你不可以否認的就是 因為他們靠用資 不是他們靠捐贈 都仍然可以營運下去 有方同學就和我方回避惑為 基白科不是社交媒體 可見的就是這個的營運模式 的確是可取的 的確是可以持續的 有方同學叫有方論證 社交媒體犧牲用戶權益的必然性在哪裡 有方同學沒有實質數據可以論證到 他們將來必定會倒閉 必定會持續不下去 只有幾個權威和我方訴諸權威 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這些非牟利機構是否遲早都會變成一個牟利的機構 因為所有的機構都要尋釋先 他們這個方式根本不可以持續下去 而到最後他們一定會商業化 有方同學自己也論證不了 請問為什麼他們一定要走向商業化的時候 為什麼Snapchat他當初要拒絕Facebook的收購呢 明明給Facebook收購完他都可以走向商業化 他都有一個更大更光明的道路 但他都要拒絕 為甚麼就是因為他們不想成為一個霸權 想請有方同學 你論證究竟為什麼Snapchat 釋怒他們在未來必然成為霸權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03秒 每個事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員說可以 期待�� Animation或許論證出來說不定 通話說不定 可能 但有些意乎在自己身上 未來會有很多人意乎 不好意思,我是評判 我想說反方那個,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反方的麥克風好像有些收得不清 說說好像會潛入水 有些聽得辛苦 你看看會不會可以說大聲一點 不好意思 反方的同學,你試試對正鏡頭說話 頭不要轉來轉去 因為你轉來轉去可能就收不到音 你試試對正鏡頭說話 你試多一次 這樣聽不聽到? 這樣是可以的 這樣是可以的 這個聲線是可以的 如果評判和正方同學不反對的話 我們重新計時好嗎?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評判剛才那個聲線你可以嗎? 好,謝謝 如果是的話,準備好請說可以 評判,大家好 能源峰今天跟我們說一下 一副跟我們說可以遇到很多人的 但是他已經不再敢回應了 就是跟我們說未來一定會有很多人的 就是他們都承認了這個社家移民 是現時做不到的 跟著跟我們說有很多人移民了 但是有一封體是很偏見的 很多人移民就等於有很多的活躍人數 但是看回聲錄的活躍人數 他只有2000萬 而WhatsApp有20億的活躍人數 Facebook有27億的活躍人數 未來只有300萬 當今天有方你自己的標準說 是要用這個人數去擴響的時候 他們這麼少人數 怎麼可以去到這個Facebook 和這個WhatsApp 這些之類的舊有社交媒體獨大的局面呢? 所以有方是趕不過去的 我們不如從辯題字眼出發 第一有效對抗 我剛剛主編已經說了 未來的新興社交媒體要賺錢 要生存 到底都是要買廣告這一條舊路 雖然Telegram好像有5億用戶那樣 但是自己不憑象都說 未來都要靠買廣告各大這個收入 這樣跟Ewan的保證有什麼分別呢? 然後又跟我們說 有分到二月開 都只是跟你說Facebook、WhatsApp、讓步 我再說一下也只是說這些例子 一部說WhatsApp 我方一部已經跟你說了WhatsApp 他拒絕撤回一個條款 漠視民意 有方說他讓步延期了 但是最後的私人條例也是實施了 WhatsApp對移民潮也都是無動欲衝 繼續肆意妄為 這個是不是就是有方口中所說的抗憑呢? 有方很短視的 我覺得有效的對抗是一時三刻的事 我看回例如申請社交媒體信用的潛在用戶 還一越不斷下降 所以用戶最後都是用回社交媒體的時候移民效果 只是彈花一彈 因為霸權了一真正的改變 我實際是會理應撤回一個條款 Instagram 不再下廣告也有其他的平台 Facebook評分抽息 但是為什麼社交移民之後 這些改變通通都實現不了 法團反而越低越強 就是因為你的移民日數 是很少不足以對抗這個現有的社交媒體的霸權 然後再來到第二個變態 現在社交移民 有方跟我們說有很多人會轉用的 但是又跟我們說為什麼要強迫他們一時轉殺 所以現在有方自己也承認了 是移民不到的 然後又跟我們說 現在新人的社交媒體的上升幅度 有下降落很多的 我相信所有人數都沒有加累過 沒有公認過我剛剛所說的兩邊媒體人數 人差不多的時候怎樣對抗 所以他們也承認了用戶 習慣於匯約在這個原有的社交媒體 何來上升的趨勢呢 社交移民之後都是對抗不到花群的 好,接著再到個位置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今天Millie會興起 Millie打著尊重用戶 私人沒有廣告機制 但是他們採取的收費機制 但是用戶喜歡的是免費的東西 甚至香港中央商會都說 李賢婷都說不少人開了Millie的帳戶 之後都不用的時候 都是解決不了這個廣告派遣的問題的時候 你都是每天去用身份的社交媒體 怎樣對抗到呢 多謝各位 反方計議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13秒 沒有過事,無需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想問雙方對於蔡規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台下發問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請問聽到嗎 聽到 聽到嗎 可以嗎 可以開始了 正 今天有方就說 現在的新型媒體公司 會從到Facebook等百群公司的覆設 但現在的這些新型媒體公司 正正因為不滿意現在 像Facebook那樣的公司的百群 所以才會出現 那為何將來他一定會為了賺錢去賣廣告 請有分同學論正期必然性 謝謝各位 反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叮 謝謝 谢谢观看 丁丁,准备时间完结,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说可以 反方的答辩和学为反方第一副辩 可以,可以 可能你要大声一点,因为收音有点蒙 可以,可以 可以,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各位大家好 今天游峰真是豪天生的 就跟我们说现在为什么会有呢 但我们看回Telegram 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说我要没有利益 我不说是豪保障私人的 但他们已经执行长跟我们说什么 他们现在为了要有资金 所以就要回到广告 所以我们就可以证实了 其实如果这些新的社交媒体 为了要有资金 为了要有资金 为了要有盈利 就要下回广告的机制 所以收支平衡就一定要靠广告 那么现在Telegram的例子 就很好地证明了给我们 根本广告就是很需要的 请反方派出一位 辩原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4米想问,听不听到? 可以 订阅! 主持评判,主持角,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很喜欢跟我们说类比 跟我们说疫苗 但疫苗起码有五成至八成的成效 去对抗病毒 有方跟我们说看这场辩论比赛 但明明今天我方和有方地位 是平等地去说服评判 所以这两个类比究竟的可比性在哪里呢? 再看看今天WhatsApp、Facebook 是有多过20亿的用户 Signal Meep的用户 只是少过2000万的时候 所以WhatsApp继续强推共享资料 用户不接受 就不可以直接进入WhatsApp 连Modigical Limited 2021年的报告都指出 WhatsApp未来的用户是会持续上升 请问有方同学 那有什么有因 是会令Facebook、WhatsApp 在现时优势之下 去改变霸权政策呢? 多谢各位 正方的同学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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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评判 除了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两个论点 事相矛盾 有方今天就和我方说 现在新媒体最终会重渡 这个旧媒体的霸权覆车 前提就是即使移民能够取代现有霸权的媒体 但有方今天第一个论点又和我方说 现在见到新媒体未能够有成效 那才问有方同学 为何现在这一刻 让新媒体的数量不够多 就会必然告知它未来不能够取代现有的霸权呢 还是有方同学今天两个论点就是自相矛盾呢 多谢各位 请留下来 谢谢 丁丁,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反方的答辩同学为第二负辩。 请看,请看,请看,听到吗? 听到。 可以。 叮。 很感谢友方和我的发问,刚刚友方和我的第一条发问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一定会持续上商社会?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叶父国中也已经说过,现在很多人都会继续留在这个旧有的社会文体的时候, 導致他身邊的人都要跟他一起用的時候 所以他的用戶數量,方式的用戶數量要持續上升 有方又跟我們說,看到現在很多信號的用戶 但是究竟有多少會有用戶,有方從未自己都預救了 有方矛盾,其實明明矛盾的是有方同學 有方說我們有方自己說現在生活體的人數不夠多 為何未來做不到這個對抗環境 所以有方自己已經承認了,是移民不到的 要靠未來慢慢移民 這個移民潮究竟是否有用,有沒有對抗道 這個移民潮是沒有用的 所以為什麼有方今天一直在跟我們說 你是不是自信毛童,為什麼他一定會有這個探賣廣告 但是現在他已經… 聲聲,請 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如準備好請說可以 嘗咪嘗咪嘗咪,想請問聽到清不清楚 可以 正 各位,大家好,Twink調查也指出 正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叮 真的嗎? 謝謝 谢谢 叮叮 准备时间完结 请称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答辩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称方答辩同学为第二负辩同学 可以了 大家好 有方提到Facebook和WhatsApp 他们当初都是一个初心不改的人 到后来就会变差 因为这个金钱的宣言 就一定会卖广告的了 但必然性在哪里 你为什么用WhatsApp和Facebook 去论证Telegram和Signal呢 有方同学你今天是不是觉得 所有的人最后都会趋向赚钱的一个媒体呢 所以维基百科到最后一定会去卖广告了 全真社到最后一定会去卖广告了 现在会是结变环节 双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好 好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结辨总结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赶赶,可以 请问听不听得到? 你嘗試站直再說一說吧 前咪前咪,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這個聲線可以 可以 聲 女生、評判、聚集各位,大家好 比賽來到尾聲,相信大家還是很搖擺不丁 到底怎樣才叫做有效對抗呢? 跟一個社交媒體的選項叫做有效呢? 聲稱不賣廣告、不收個人資料 又叫做有效呢? 來到見面,大家試想像一下 如果你家裏有一個蟻環 廚房、飯廳全部報了螞蟻 這個時候你買了一支螞蟻藥回來 打算盜絕蟻 最後你在放置螞蟻藥的位置 發現寥寥幾粒的螞蟻屍體 然而螞蟻一如醉瘡 試問再者各位 你會不會說這些螞蟻藥有效對抗 有效盜絕這個是蟻環呢? 廣到尾有效與否 看的都是實際成效 而今天螞蟻所說的最大問題 就是抽離實際成效 跟螞蟻說 該個平台就是好過一個發權平台 但很可惜 螞蟻整場都解釋不到為什麼有好過沒有 就等於有效對抗這個直線磨擦 甚至螞蟻一直質問螞蟻這個標準太低 螞蟻都回應不到 其實要對抗不只是一個講字 推一萬步先不講這個市場的佔有率 還要看這個新興社交媒體有沒有辦法 持續地發展下去 才能接受 但聽了整場 原來發現螞蟻從來只是停留在表面 他們也不敢提 只是打著這個保障人私的旗號 就可以忽視這些新興媒體背後背負責的問題 還不要說要解決 來到劫見 請容它是螞蟻重新再一列重新 螞蟻並不是說不想保障私隱 而是代表這些新興社交媒體做到 螞蟻模式會不會負荷得到 螞蟻今天螞蟻講了Telegram這個例子 說Telegram因為入不敷之宜 到時他們要賣廣告 螞蟻現在都給不到回應 因為螞蟻都知道自己說不過去 經濟學家Andrew Lewis曾經說過 如果你沒有付錢去用一件商品 你自己都已經成為了一件商品 即是代表我們免費用一個應用程式的時候 我們電相都成為了他們的透過廣告 或者收納資料的賺錢工具 找了整場 有方忽略了其實社交媒體都是一間公司 背後涉及到商業營運 今天有方很添增加 覺得新的社交媒體不會有霸權出意 將社交媒體完全抽離於社交媒體的運作模式 有方直接把這個新興的社交媒體當作是慈善家 相信他們不會收錢不會賣廣告 為了提供有方眼中完美的服務而賭貼錢 只求祝福大眾 但提到現實 一個社交媒體需要足夠的資金去應付增進的用戶品 和數據壓力 擴建和維護它的伺服器 因為有方通通都不看 浸層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完全抽離現實 甚至到了劫電 有方都承認不到Telegram這個例子 所以今天作為一個社交媒體 實在是很難儲得有方寬心的 因為他除了不要收錢不可以賣廣告之外 還要維持開支 是否可行呢 各位其實不難發現 我們對於早已建立早已習慣的一種模式 我望傾向要維持現狀 難以抽身千里 所以我們看到有27億人的活躍用戶 而WhatsApp也有20億的活躍用戶 所以今天我看到VV這麼紅 所以就深風下載了 發現我進去原來都沒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當人人都用社交媒體的眾生 還是留在主流的社交媒體的時候 社交媒體又如何給行動呢 多謝各位 凡方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11秒 無開始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發言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 評判 主席各位 來到最後 不如總結一下今天有方全場在說什麼 例如我方剛才台下發問和有方說有方同學你今天智商矛盾 為何智商矛盾呢 來重溫一下有方同學你兩個論點說了什麼 第一個論點成效 今天有方同學說現在新媒體的普及性低 所以就對抗不了 而第二個論點就和我方說 遲些 將來會有新的霸權去出現 有方同學都知道原來 將來會有新的霸權出現的時候 就證明到新的霸權都已經對抗到舊有的霸權 有方同學你所說的 第一個論點的成效都已經不顯著 所以有方同學第一個論點就已經不成立 而看回第二個論點 新的霸權會出現 但其實由頭到尾有方同學你從來都沒有看出過任何的權威和數字去論證 有方同學正如我方剛才一副二副都和有方同學說 有方同學你是不是占卜師呢 占卜師都有專業的證書 可以說到將來會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從來都沒有舉出過任何的數據 任何的權威去論證 為何將來會有新的霸權去出現 就是和我方說現在有很多人的時候 有方同學如何反正變態呢 有方同學說我方講趨勢很沒用 有方同學你所說的都只不過是將來會發生的事 如果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你將來會發生的事 這個新的霸權是不是就不會出現呢 到最後有方同學都只不過在那裡幾人休天 擔心將來可能會發生的事 但是這些都只不過是一個未知之數 而去到最後太有方同學剩下了些什麼 剩下了最後的唯一可以領立到的準則 有方同學就說要消滅霸權 所以才可以對抗到現在的這個霸權 但是有方同學去到最後都已經不夠膽說 有方同學你這個準則 有方同學都已經知道原來這個準則是非常之無理 是非常之高要求的 而我方所說從一開始都已經說了 現在信號已經有1200%的成效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怎樣用WhatsApp 只有20億的數據來和我方說 現在的成效不顯著呢 而去到最後回看歷史上面都有很多出現霸權的例子 就例如冷戰時期的德國那樣 東德建立了柏林圍牆 強迫東德的人民只是可以活在其統治之下 而面對霸權 東德的人民寧願偷渡冒險去西德 尋找理想中的自由 後來越來越多人透過各種方法 各種渠道去逃往西德 這些只是屬於每個人的選擇 最終就導致東德的政府開始放寬 就像今天變題所說的社交移民那樣 到最後正如我方一副二副都已經說了 Facebook有讓步 Facebook延遲了資金條款的那個期限 也都越來越多人去用新的社交媒體的時候 有方同學所說對抗不到的成效到底在哪裏呢 以對抗對比現在的情況 正方擁護同樣不想被霸權者控制 所以移民去其他社交媒體 霸權者同樣讓步 這就是社交移民的力量 故此社交媒體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3分42秒 請評判致意根據法言規則1.1 一切法言均以粵語進行為專有名詞及人名除外 剛剛正方結辯用了Point1 Point1並非專有名詞 也並非一個人名 所以評判可以按嚴重程度 自行對辯元扣分1至5分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給評判一點時間去整理分子 如果評判整理好分子 都可以告訴我 當你們都整理好分子之後 我們便會進行評語環節 謝謝注意 請留言 感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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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WhatsApp、Signal、Telegram等 是不是只有這麼少的例子可以用 我又不是太同意的 然後討論不論正方和反方的主線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兩邊 今天的比賽也有很多的真風 但是可能主線的建構上 我先說了正方 可能正方的推論比較少 不論是一副二副的第一版 其實可能是在說標準上的東西 但是你說什麼市場生態、先行者優勢 去到後場我已經聽得比較少 也都好像說來說去都是那些比較膠主 然後再說回還有一個位置 我自己會比較好奇 可能是廣告收益方面 廣告收益其實正方不停地爭取一個位置 就是可能沒有水晶球 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同時可能有一些論點的建構 其實都會比較取決於未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會不會有少少矛盾呢 然後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對於移民的一個定義 可能兩邊一開始爭取了少少 但是其實我也想再聽多些少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移民可能是說 我直接放棄了本身我正在用的社交例 例如我本身是放棄了WhatsApp 然後直接電了App 然後就去用Telegram和Signal 這些才叫做移民 或者是因為為什麼會有這個理解 因為有一個定義可能是叫做社交牧民 那究竟是社交移民還是社交牧民 可能雙方都可以就住這個定義 再有些少少討論 那可能會有一些野後場 不用釐清得那麼辛苦 這樣 然後還有什麼呢 或者如果提回反方的話 我會覺得可能是有少少立場優勢 但是當然你說對面標準是否定得太高 我覺得都合理的 只不過可能我覺得需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的標準會這麼定義 因為正方其實解釋得比較多 他的標準 但是比較常如果你在爭鋒 爭鋒的標準應該怎麼定義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可能講多些少 就是講多些少你的原因會好些少 或者大概是這樣 先交給兩位評論 就是詳細的評論 遲些可能再問 謝謝劉小姐 接下來我們有請宣導會 陳瑞之紀念中學通識科老師 金梓麟老師 給大家一些評論 有請金老師 你聽不聽到嗎 OK 各位同學早晨 辛苦大家一早早都準備這個比賽 我都覺得雙方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以下就是我有一些少少的意見 看看同學會否當中也有些得著 我先講一講 因為我都看到正方的主辯 其實一開始他解釋 在一個媒體霸權的時候 他都會說到就是控制他的用戶 去接收某類型的文化 或者意識形態 我看到主辯一開始這樣講的時候 我都期望會不會社交移民之後 就可以令到用戶接收的一些文化 或者意識形態 可以多樣化一些 就著你們剛剛講的標準 或者定義 會不會有多一些回應 同樣的情況 我覺得都發生在反方那邊 譬如反方主辯 並反一的時候 我忘記哪位同學 都說到其實所謂的媒體霸權 是不想有一些社交媒體主導了市場 以至去運用用戶的一些私人 或者強制去剷除某些人的帳戶 或某類型的廣告 甚至會審查一些資訊上的接收 所以其實我看到雙方在比賽開段 去講那個霸權的定義的時候 其實涵蓋的事情都很多 但是去到後來去講 怎樣為之打倒 又或者何謂對抗霸權的時候 大家的例子就比較集中在賣廣告 以及用戶私人這方面 所以亦都以至雙方用的例子 都會有些單一 或者由開始講到尾 譬如正方會講 怎樣為之 用WhatsApp的例子 延遲了修改了一些私隱條文 雖然他最後沒有取消 但這個讓步已經成功對抗 由頭到尾 我就會想 會不會有WhatsApp以外的例子 可能都呼應剛才那位評判講 就是大家的時間點 可能看得到近期的事件多些 都會想聽多些 那有沒有其他 可能不在私隱那方面 是賣廣告 或者帳戶上面的審查 又或者一些文化資訊上的選擇性接收 其實有沒有其他例子 都可以突顯到這一種讓步呢 所以另外 反方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當反方說 他現在移民了之後 他可能有機會慢慢崛起 他也可能會成為另一種化學權 反方很強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Telegram 其實他如果要收支平衡的話 他現在也是買廣告 我又是會有一個好奇心 就是除了Telegram 會不會再有其他例子 所以我覺得在例子方面 其實雙方都可以再做得多些些 還有我覺得 反方有力的一些論點 我不知道是技術上的鋪排 還是怎樣 譬如我覺得 反而去到傑邊 去講那些論點 其實霸權的位置 其實都沒有什麼去討論 主要就是主打何為之有效 就是說用戶少了 去爭取活躍用戶的人數 其實我覺得這些點是有力的 所以變相就感覺好像在後場的時候 那個說服力會再大一點點 不過我不知道是技術上的鋪排 還是怎樣 但是整體來說都很欣賞 雙方便宜的預備和努力 那我就將時間交給下位評判了 謝謝 多謝金子凌老師 接下來我們有請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粵語辯論隊教練 范光華小姐 我們給評語 謝謝范小姐 大家好 我想我說評語的順序 可能由雙方的主線去講一講 我覺得可能有什麼可以做得好些 或者就是這樣 我知道雙方最主要的交鋒位就是 究竟社交移民是否真的有效 我自己覺得今天反方是給了一個很大的壓力政方 因為他用了很多現在 譬如Miri信號 或者是Facebook他的人數去施壓給政方 就跟他說社交移民的效果其實是不在的 而應對這點我認同政方是打得吃力的 但是我覺得正方 我覺得如果我是正方的話 我會建議的是 你可以把時間線拉長去講 譬如正方你說的論點我都認同 但是我覺得今天你去招架反方給你的壓力的時候 除了是說 除了你的說法是說 其實都會持續上升之外 我覺得你應該解釋多些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人數是會持續上升 那你有什麼可以去說呢 就包括是 第一件事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那些人是否用Facebook 但就算你用Instagram也好 我想當初可能 你會看到那些人在Instagram的故事 去呼籲那些人轉用信號的時候 大家都說得明白 這個不是一個短期 大家期待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內 就會看到一個有效的效果來 就是大家的說法都在說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把主要的對話 放在信號那裡用 然後可能我們之後會看到一些 IG的信號 他又把他們的主要 就是他們除了WhatsApp 和WhatsApp之外 他們也會提供另外一個 跟客戶的 譬如你平時的IG購買東西 平時的WhatsApp或者IGD 現在他提供了另一件事是信號 你就是想慢慢透過 你慢慢將一些的對話 放在信號或Telegram的時候 然後從而慢慢淘汰WhatsApp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到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短期 你不應該去看個別 可能也不是個別 你不應該看半年或者一年的成效 而是你看長遠這個模式 是否能夠有效 對抗社交媒體霸權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 反方給到你的壓力 就不會這麼用 因為其實反方 其實他到現在都只是說到 其實你們也有問過 為何將來他不會是 不會是有效對抗 即將來為什麼 那些人不會去 但是 是的 我認同反方 這件事是解不了 但是我覺得正方 你是有責任去表達給評判聽 為什麼這件事 在將來的長遠來說 是有用的 那這個說法 除了是你說 朋友會去之外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用多些 現實生活中 實質發生的例子去說 除了剛剛說我們要做的就是 慢慢淘汰 逐點逐點搬過去之外 我覺得有另外一件事可以說到 是社交移民這件事 不是無可能 我覺得正方可以考慮是用不用 就是剛剛評判 我講過一些 MSN、ICQ和Sender的例子 當然 當然那些用戶為什麼淘汰 ICQ、MSN和Sender的原因 應該跟他們的平台本身出現 霸權無關 但是這個例子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 如果社交移民這件事 不是無可能的 當本身的用戶 他看到有另外一個 去推薦的平台的時候 不論原因是什麼 它是會去 而且是會成功的 第二個意義就是 我覺得原因未必是很重要 而是人們會推薦一個 就是你想說的 人們會推薦一個新的平台 他們選擇就會去 原因是 例如ICQ、MSN 就是因為你看到它有些新科技 或者你覺得那個潮一點 所以你去吧 到現在人們的雀躍 即現在人們的雀躍點 已經不再是科技 可能就是功能新不新 現在人們最關心的就是 免費東西是最貴的 你會洩漏私隱的 那些人們都可以是同樣 因為這個原因 就變成一個新的平台 而你因為看到另一個平台優秀 所以轉去這件事 是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 而且是大規模發生過 那當然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用這件事 就是如果是 還有這個例子 有另外一個的証明就是 它也不是可能在半年 或者一年之內 就會完全完成了 其實我不是很肯定 它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據我的了解 它也不是好像對方說到 在半年外 或一年之內做 那如果可能你可以說到這件事的時候 那我想到另外一個 可能正方可以說的說法就是 就是你為什麼會建... 如果你想... 因為我... 對不起 有點亂了 但是我知道今天 你們上次的攻擊泛方的時候 是說對方 期望你可能一天之間 去轉載到Facebook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樣地 我覺得... 我也同意你說一天之間轉載 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解多一個位 為什麼這個一天之間的想法 是不合理的 就是你起碼要說到 可能因為現在Facebook的用戶 數量是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10億那些去計算 那所以你想想 當然如果你是要把MSN ICQ的用戶 就是可能幾百萬 幾十萬 如果轉到另一個平台的時候 你也是可能需要幾個月 或者幾年的時間 那你現在是要轉換幾十億的用戶的時候 那你真的可能是以10年的時間去說 如果你是真的說到 其實這件事真的不可以 只是限於一個幾個月的視野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幫你下你的主線 就會輕鬆很多 是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講到...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去講... 另外一個主要的戰場就是 講到捐款的問題 你們就提出了Fastwire Wikipedia這些... 不是 應該說反方就在說 因為Telegram和Signal那些 他們的方法不是靠廣告收益 所以他們的錢就會不穩定 如果他們想要多些錢的自由 最終都會商業化 都是會收錢 但是那些人是比較免費的 所以都會不用它 就是... 有一點點... 我覺得對方說的時候 我組織有一點點亂 但是我怕得到的就是... 那些人是不會免費... 那些人其實是不會想給錢 用Telegram和Signal 所以Telegram和Signal 最後都會找廣告聲 之後就會商業化 然後就會配你廣告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也是一會兒我會想跟反方說的 就是... 其實我這裡... 固然... 我會... 跟政方的說法就是 為什麼你肯定他最後是... 會走向商業化 然後... 應該是說... 商業化收錢呢 其實...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 我覺得反方有一點解不了的位置是... 譬如... Telegram 他現在有廣告 就是為什麼是一個霸權 就是為什麼他收錢 然後有廣告聲 給錢就是一個霸權 如果你說到是說一些私隱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 如果純粹是說... 他收錢之後就會有廣告呢 這個位置我都是... 就是... 我不是很明白 而且... 如果他用Fatwire 或者Wiki的例子 雖然我不肯定Fatwire 和Wiki 是否純粹靠捐款 還是... 即是我理解的一個模式 應該是靠眾籌的 但是我不肯定 他是不是有廣告的商品去下載 但是我覺得如果政方 你用Fatwire 或者Wiki的例子的時候 你除了是說... 其實這些平台 它是不靠一種傳統的商業模式 都可以成功之外 或者你另外一個說法可以是... 就是他們走的那條營運的路線 其實你都不會把它稱之為一個霸權 至少我沒有一個它是一個霸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 一來反方不太跟我說 為什麼它商業化之後 就等於是一個霸權 就是究竟它... 它對客戶做了什麼實質的損失呢? 是不是Telegram 現在它就不斷配合一些... 客戶不想看的廣告給它呢?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 即是反方需要解釋 而且正方本身是值得去質疑的 然後... 而不是只說Fatwire或者Wiki 它都是靠捐款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反方也說得對 就是... 因為其實反方就是問你Fatwire和Wiki 它都是一個不同的... 即Fatwire和Wiki它有捐款成功 是另一回事來的 所以我覺得... 正方你上出Fatwire和Wiki的例子的時候 你是要說得清楚多些 是... 其實靠它們這個收款模式 它都不會是... 即是它這個人物的模式 都不代表一定會有霸權的出現 即我覺得... 主要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在反駁上面 可以想得再仔細一點 接著之後就... 嗯... 去到反方的時候 我有... 我聽到反方的時候 我也有一點點不明白 為什麼反方今天的門... 我是不是叫一點點不明白 我覺得反方今天設定的標準 對方是嘗試有質疑過 因為你是說... 社交移民如何才能夠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就是要逼到本身那些主流的社交媒體平台 是需要更改它的私隱條款的 當然我會認同這個是其中一個 對抗社交媒體霸權的方法 就是我會認同你的標準 但是這個是不是唯一一個標準呢? 是... 是正方是嘗試挑戰過的 但其實我覺得反方是沒有回答過 因為反方有問過你的... 當然其實... 正方是問得不好的這個位置 因為正方... 我記得她是由台上發問 或者去到打... 打...打...打... 打一二負的時候 你是在說說 為什麼一定要修改到原油的政策 才叫做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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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但其實我覺得你問這條問題 如果你只是這樣問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你上課的 對抗社交媒體 都是說說那個媒體 最後她是修改了她自己的私隱條款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斷問對方說 為什麼一定要修改到原油的政策 才叫做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的時候 對方只要跟你說 因為你自己提出來的論點 所以Whatsapp那個人也是這樣說 那就會... 那就會變成你一條無瑕 但是如果我是正方的時候 我想我想問一個位置是... 其實你去有效對抗一個社交媒體霸權 除了是要逼到本身的社交媒體去讓步之外 或者你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是想淘汰本身的社交媒體 令到她所謂的霸權根本不再存在 如果她... 如果她繼續... 如果當些人越來越流走的時候 然後越來越少的廣告在她那裡落 就是越來越少人可以讓她收拾組私隱條款 她也不可以配合到那些人不想看的廣告給她 如果你覺得配合廣告是一個霸權的時候 那... 所以... 這個位置應該是... 我覺得政方... 雖然今天我覺得沒有很有組織這樣說出來 但是我感覺到政方想說的是 當那些人走了的時候 其實那個霸權也會消失 所以我覺得如果政方你真的想打反方的標準的時候 一來你是要... 那你的說法應該不是只是問對方 為什麼修改了一個條款 才叫做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我覺得你比較想說的是 在這兩種情況下 都是會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並不是對方說的唯一一個情況 我覺得今天反方... 你去... 然後我講一講反方 我覺得今天反方的攻擊是有力的 因為利用了很多的數字去說 其實現在那個社交移民的效果是真的不明顯 而這件事對方不是真的很有力去招架得到 但是如果你每個位置都只是去深一次 說對方回應到你的人數少了 我覺得那個...雖然我知道你說的是真的 但是就會聽到有些的悶 而且內容分都不會給得特別高 可能給的內容分都只不過是因為你有其他的反駁 而不是很關於那個... 再去深入那個人數少 或者數字上回應不到事 而我覺得如果反方真的想去... 我覺得反方如果你真的想說 那些人不會是由Facebook搬去Mivy 或者是不會有WhatsApp轉去信號 可以有其他的說法去說 有些我會覺得你說得不錯 譬如是... 其實現在Mivy那些是人們開了一個戶口 但是... 其實人們根本是不會用它 就是他開你是不用了 或者是其實我們所謂的移民潮流 從現實層面來說 可能是我們1、2月的時候 大家很大肆宣傳說 大家要用另一個平台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那裏開了一個網站 或者開了你的帳戶 但是其實你不會放東西去用的 但是當你不會放東西去分享的時候 那你就吸引不到你的朋友一起去用 我覺得你也有說到一些 你有說到可能一句說 Mivy的內容不夠豐富 或者是一些人開了Mivy 但其實他是不用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好 是比你只說數字的時候 是更加能夠給到一個完整的圖片給評判 為什麼那些人是不會轉移到一個 新的社交媒體平台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多一些 現實層面的例子 真的由你日常經驗的這些角度去出發 去告訴評判聽的時候 內容分數就可以再高一點 而這個效果是會讓你拿一些權威出來去說 因為本身的社交媒體平台已經積累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不會轉過去 是會來得要好 因為這個權威都只是跟了你講的結果 結果其實跟你給數字出來的效果是差不多 但我想評判真的會想知道的是 為什麼他不會轉移到另一個平台 而多於想知道結論 解釋過程是會遠比你的結論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我對於反方其實整體 今天的策略都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除了是 除了都是那個為什麼收了錢 就是為什麼收了錢 就必然會是霸權 但這個位置可能相對你們說 那個社交媒體移民的效果 那個戰場不是有那麼大的時候 這個問題也未必是一樣的出 就是今天的戰場來說 反而我覺得今天反方 如果動容分上去更高一點的時候 就真的要解釋 就是真的要由現實層面去解釋 為什麼人們是不會轉過去 因為評判會 尤其是這個問題是 當你不斷在這裡重複說 你現在論證不到一時三刻轉 所以就會等於社交移民一定不會成功了 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本身有一個理想法在這裡 而且我是會想知道為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范小姐 今天的比賽結果已經在我的手上 現在我會宣佈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學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二副辯鄧希文同學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零票 反方得三票 換句話說 今天的比賽是由 反方藍田聖寶錄 中學勝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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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